2021年展开的旧鞋新未来计划 至今已经处理了1万公斤的运动鞋 用来改建建造本地的运动设施 政府表示收紧回收流程 避免旧鞋流入二手鞋市场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唐正辉 在国会针对部分旧鞋流入印度尼西亚 非法二手鞋市场答复议员提问时表示 在事发后已经终止同分包商合作 而各个合作伙伴也已经收紧回收流程 包括只拼用不涉及二手衣服和鞋类的承包商和分包商 并且直接地将回收到的鞋子送到负责回收的厂商 并且定期地对承包商和分包商进行抽查 我希望这一节节目将不会阻止公众的支持这些专业 因为这些都在保护我们的地区 唐正辉也说 活动至今已经处理了1万公斤的旧鞋 用来改建加冷足球中心的跑道 还有育狼市镇仍在建设中的888米长的跑道 而剩余的回收材料也会用在其他的运动中心 跑道 健身角落以及游乐场 点赞好 感谢观看